在地球上,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因素很多,例如人类的污染物排放,地球的自身变化等,而根据皇家学会学报最新研究表明,蚂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,也是在不断的增加之中,美国专家已经寻找到了相关的证据,通过对监测发现,铁业已制造的垃圾堆,能够去放假玩核弹,从而加剧万是效应。 所以说,研发了不少科学爱好者的热议,美国专家通过对哥斯达里加热带语言的22个蚂蚁窝研究表明,在蚂蚁制造的垃圾堆一个蚂蚁窝附近,监测出来的甲烷浓度,是森林正常水平的20倍,依然化二弹浓度更是高出1000倍。 这不得不说蚂蚁的影响强度依然是巨大的。 根据实地勘察发现,铁业已用以窝附近的叶子、蚂蚁排泄物、蚂蚁尸体和细菌堆成垃圾堆,最大的可以达到几立方米。 专家还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,就是在有些叶蚁群的地方,依然化氮的排放量,与污水处离场相当,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实际性的常污染物。 这也太强了吧,蚂蚁曾经的一样,制造污染物这么强,不得不说这应该是在生物界之中最大的污染工厂之一吧。 对于蚂蚁来说,虽然我们很少看到切业蚁群,但是对于普通的蚂蚁群来说,是非常常见的。 随处可见的蚂蚁,都是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 美国专家对切业蚁群的研究,也是为环境问题做出了一部分的贡献。 其实在整个地球之上,污染物的排放除了人类之外,生物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 其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,几乎所有的生物生命体都会产生一个问题,就是甲蚊的排放,也是一个较大的影响,生物的粪便之中甲蚊的含量非常的高。 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讲,这个问题包括人类自身都是在里面。 看到这个数据,我们可以不经意的想到一个问题,切业底居然能够在污染程度这么强的空气周围进行生活,也就是说他们对甲蚊,一氧化二氮的物质具有抵抗作用。 难道真的会像不少的科学爱好者说的那样,蚂蚁是未来地球的帮助? 当然,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,对于气候变化来说,生物要想适应地球的环境,肯定是要进行变异或者进化。 所以这样的说法,概率还是存在的。 谢谢大家阅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订阅本频道。